学IT 拿高薪就来千方教育 高品质全程面秀教学 零元入学 两周免费试听 我们来介绍一下如何打包View的项目 那么它的打包命令非常简单 叫做YoungBuild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YoungBuild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会开始使用Webpack来进行打包 那么这个打包的过程 我们可以先忽略 我们先看一下它的这个配置文件 那么在package.json里面 实际上它定义了这个Build的命令 能看到吧 它有这个Build的命令 那么这个Build的命令 会根据不同的平台来打成对应的包 那么比如说 我们要想打包成Windows平台的 那么它执行Build的时候 在Windows的电脑上面 就会打包出来 Windows平台的安装包 那么如果说我们在Mac电脑上执行Build命令的话 那么它对应的会打印出来 Mac的这个DMG 这种类型的安装包 那么它都是通过Build来做 我们唯一要做的是 在不同的平台上来做不同的包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继续看 那么在Build后面这个接测文件里面 定义了这个输出的目录 Output 那么它是输出到Build的文件夹里面 那么如果说我们想输出到别的文件夹的话 可以在这个里面新建一个文件夹 然后把这个路径放到这来 这是我们要做的 然后这个DMG就是我们Mac上面打包的一些设定 那么比如说它有两个图标 一个是左边我们自己的这个Application的这个图标 我们自己应用的这个图标 那么右边呢就是我们这个Application系统的这个图标 那么这个是我们左边的图标 能看到吧 这个是右边的图标 这两个设定 然后呢这个图标文件 我们也可以在这能看到 它这里面有Icons 是吧有Icons 那么Icons里面这个ICNS这个图标 这个文件是Mac用的图标文件 那么后面这个ICO 这个ICO就是我们Windows使用的图标文件 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继续看 这里面是不是有Mac的Icon的地址 Mac的Icon地址 然后这里面有Windows的这个Icon地址 当然它当然也可以设定这个Linux它的Icon地址 那么这个部分Build的这个结算里面 就是整个打包能用到的一些参数 好 那么我们再回到我们的控制台里面 看一下打包的这个结果 告诉我这个打包完成了29.83秒 非常快 是吧 非常快 那么前提是说我们在打包的过程当中 我们这个网络是非常好的 如果说在打包的过程当中 我们网络有问题的话 那么经常会下载一些东西的时候会失败 那么如果说我们失败的话 首先要看一下错误提示 是不是我们有某一些组件 没有正常的下载下来 那么我们应该做什么呢 我们再执行一次 如果说我们执行了三次以上 还是出现同样的错误的时候 我们应该考虑我们的网络有问题 并不是说我们能不能访问百度 而是说我们能不能访问到 我们国外的那个地址 我们要下载的那个国外的地址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应该使用科学上网 来让我们能够连到国外的地址 那么当然大家知道科学上网只是你的浏览器能够上网 那么如果说你要想在这个里面使用到同样的代理的话 应该怎么办呢 实际上我们告诉大家这么一个命令 叫做sethttp 然后呢proxy 然后后面等于等于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本地已经起了一个代理了 科学上网的一个代理 那在这可以写上https 然后呢127.0.0.1 冒号 那么比如说我们的本地的这个代理的这个端口是1080 那这样我们就设定了一个http的代理 给这个命令行设定的代理 然后呢如果说我们要想给https也设定一个代理的话 那么再加上一个httpsproxy 那么后面这是不能有s的 因为本地我们起的是没有s的 我们把上面这个httpproxy这个s也去掉 因为本地起的这个代理服务是不带s的 那么大家忽略这行 大家只看这两行就可以了 好吧只看这两行 一个是http代理 一个是https代理 那么这也就是说我们网页虽然能够访问到 但是我们command它是直连上去的 默认情况下它是不使用浏览器的那个代理 如果说我们想让它使用浏览器的代理的话 那么我们就需要做什么呢 就需要执行这两个命令 那么后面就是我们的本地起的代理服务器地址了 那么这个大家根据自己的端口号来填写正确的端口号 我们这只是举了一个例子 好那么到这儿我们打包成功了 我们当然得检查一下打包到是否OK 对吧 那么怎么办呢 我们到目录里面去看一下 我们到Build的目录 然后可能看到这个ElectronViewStartSetup 这么一个安装文件 那么我们双击 我们来双击 那么双击打开 好 那么我们这个Electron这个文件 就能够正常的执行起来了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View的这个App的打包过程 非常简单 命令只有一个叫做YoungBuild 那么唯一有一个注意点 就是我们在Build的过程当中 我们的网络一定要OK 要不然有一些东西会下载不下来 好 那么关于View打包 我们就讲到这儿